孙红亮 你要干什么 干什么 敬一杯 同样吗 姐 我的报答你还满意吗 孙红亮 记住 我会让你后悔的 大家好 我是李沐 视频中这个女孩就是我们视频的主人公 她是这家公司的董事长 这天 董事长让秘书去给她准备好衣服 她一会要去下工地 这样的老板现在是不是不多了 什么都要亲力亲为的 这不尽头一准 秘书就已经和董事长在工地上 视察的差不多了 董事长的手机响 原来是同学打来的电话 告诉董事长下午的时候有个同学聚会 询问董事长能不能来参加 董事长一听着一定要来参加的 同学这么多年没有见面 很是想念 问好聚会的时间和地址 董事长开始准备往那边去 但是秘书却把董事长拦下 询问董事长要不要换一身衣服再去 穿成这样去参加聚会 会被人瞧不起 但是此时的董事长可不这样认为 他感觉都是同学 没有外人不用换衣服 说着就和秘书一起来到了酒店 董事长是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来参加聚会的 中途董事长接到他那个不成器的哥哥 又要问董事长要钱 董事长很是无奈 上个星期刚给了哥哥10W 所以又要钱 这不董事长谎称公司破产 没有钱给他 就是这句话被有心的同学听去了 他真的以为董事长破产 连忙把这个消息给同学们说 别告诉他没什么 小们刚才我听到我你一挂了 真的我刚才听到他们打电话了 就是过来 我想得多个项目 这样和他们你们在吃 我就找到他 是董事长 那你先进去 王老师下时间 啊 行吧 好 好 看你不在说是不是 哎 我放心吗 董事长是你啊 好久不见啊 不是 你跟我套什么近乎啊 你来干什么来了 董事长很是无奈 这同学怎么都变成这个样子 还学会以貌取人啊 嚣张男同学嘲笑董事长 什么叫以貌取人 你知道今天来的都是些什么人吗 那都是上流社会的人 就你穿的这个衣服 根本就不配站在这里 屏幕前的老铁 你们会来参加这种同学聚会吗 反正求着小编 我都不会去参加 这赤裸裸的就是狗眼看人低啊 嚣张男同学警告董事长 不要说他们是同学 他可丢不起那个人 既然你不欢迎董事长 就不用再和你过多的废话 董事长就要去找别的同学 可谁知 嚣张男同学不让董事长去找其他的同学 董事长就是不服气 就是要进去 此时嚣张男又开始为难董事长 嘲笑董事长是不是想进去找同学去乞讨去了 董事长很是无语的笑了笑 接着嚣张男同学在口袋里拿出两毛钱 说是可怜可怜董事长 让董事长拿了钱赶紧的走吧 这时秘书过来了 董事长转身就和秘书一起进去 一进门董事长热情的打招 但是他的热情真的能换同学们的真心吗 今天这个聚会可热闹了 董事长的钱难养 这下更有董事长 这外面都到了 就等你了 你全都在里面 是吗 真是吗 今天整整整整 请你坐这边 哎 哎 感叮了 那个 夏亮你干什么 你少不快点事啊 夏亮这么多年没见 你还是这么爱开玩笑 开玩笑 我可没记得跟你开玩笑 这跟我前女友啊 混着比较 你来干什么来了 夏亮你太过分 夏亮 毕竟咱俩以前也在一起过 你怎么能这样呢 就是啊 夏亮 这都是你前女友啊 今天你俩得好好去救了 混戏 我当天瞎了眼了 我才能跟你在一起 你就算这点来 才能喝一会儿 连我家养的有狗都不如 就是啊 混戏 你看我在座的各位 哪穿都比你强 你确定都比我强了 今天同学聚会 大家坐在吃饭 大家对于董事长的到来 没有一个人是欢迎的 就是因为董事长 穿得破衣烂闪 一看就没有钱 这群同学是不和没钱人做朋友的 所以 董事长今天可以看清在场的所有人 秘书看不过去这些人欺负董事长 打算说出董事长没有破产的消息 但是被董事长制止 他认为 这正是可以看清这些人的机会 同学们让董事长赶紧的走吧 别在这里丢人现眼 没看见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没有欢迎你的嘛 这一个个的是同学嘛 就算是过马路的也不能这么羞辱人吧 连小编都编不下去了 大家纷纷不藏的噎着了 明着说就是瞧不起董事长 就是看不上他那个穷酸样 这不大家一起喝酒也没有和董事长喝的 既然你们是这样的人 今天董事长就让你们见识见识 什么叫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一山洞比一山高 让你们永远也只伦不起来 有一个男同学大胆地询问董事长王兴 听说你之前混得不错 怎么今天穿这身就来参加聚会 董事长霸气回怼 难道只有穿得好 才能来参加聚会吗 难道在你们的眼里 只有金钱和利益吗 今天董事长好好地给你们上上面 但是记住 人都是有起伏的 这文财 我们可避不了 你在这帮我做事 那个人 董事长 你知道现在是什么社会吗 来 你说 听听 利益的社会 你没钱 没权 没身份 谁跟你是同学 谁跟你是朋友 就是啊 人格和尊严 都是靠钱买来的 我们今天 哎呀 王兴 你把下张车要打掉了 你这那啥车吗 你这那多少钱吗 王兴 你这不是我车花 多少钱买的 多少钱 你说 一百万 好 下午去我公司去取 我喝场了 你跟我说 你没有钱 天亮 你这够没有 飞鸿 你个鼻子 要不然我连一块抽 哎呀王兴 你有点赔不起呢 可以帮帮你啊 但是 我有条件 亮哥 快说说呀 我们拭目以待呀 今天晚上 你得陪我呀 哎呦喂 你也不好好地照照镜 就你这样的 还想着和董事长在一起 你们毕竟同学一场 怎么能说出这种话呢 小编都不好意思提了 有个正义的男同学 劝董事长还是走吧 不要在这里和这帮同学一般见识 但董事长就是不足 今天他倒要好好地看看 这群同学还有什么样的手 全都使出来吧 秘书实在是看不下去 大声地质问 这些汪汪看人低的同学 当初上学的时候 你们有困难 董事长哪个没有帮助过你 这时 好几个正眼说瞎话的同学说道 他们可没有受过王兴的帮助 接下来 董事长都没有想到 同学竟然敢这样地羞辱他 真是恨得牙痒痒 各位老铁 睁大你们的小眼睛 精彩地来了 孙无量 你要干什么 干什么 敬一杯 怎么样吗 我这报答你还满意吗 孙红亮 记住 我会让你后悔的 你们再过来吧 我吃饭过去里面吧 大媒过来 还是我没完成集团的董事长 他没过去 他没过去 和这边来的 你只能想让他有朋友说谁过 他可是园城集团的总经理 就是 他是园城集团董事长 白事做梦了吧 我告诉你们 不要瞧不起任何人 你们真的一点太过分了 关长 我知道你这两年混得不错 但是你别这么跟我说话 你不知道我女朋友是园城集团的总经理吗 难道你不想把这盒子签了 如果你还要把这个盒子签了 我就给你一次机会 什么机会 你说 你过来 把他一巴掌 明天我就跟我媳妇说 保证就给你把盒子签了 这个唯一一个帮助董事长说话的同学 他真的会为了利益去动手打董事长了 同学们纷纷起祸 让他抓紧机会 现在生意多难干了 赚钱可没有那么容易 肖章男威胁他要是再考虑一回 他就要变卦了 要是不合作你们公司就完了 男同学站了起来 他已经做好了决定 原来在这个世界上 真的有钱能试鬼推幕 钱能干到一切 董事长再一次问道 真的要动手 你以为动手 他就能把合同给你签了吗 最后男子还是为了签 班长打完就走了 肖章男高兴坏了 一个劲的夸班长干得票了 还说等一会他媳妇来了 就把这个合同给签了 说完哈哈哈哈大笑了起来 这些同学还是照酒喝酒吃感 好像刚才的事情没有发生一样 这又来了一个消场 不好意思啊同学们 我来晚了 哎呀媳妇 那才来啊 大家都等你来 来快走走走走 我干嘛 你没嫌妇吗 一叔啊 你可算来了 你老公啊 咱们欺负累了 是吗 还有人敢欺负我老公啊 真的吗 咱们老同学啊 王妻 同量啊 你不是我还没看出来呢 这不是王欣吗 穿成这样就来了 干嘛老公给打工呢 你就是那个 原创集团分公司的总经理吗 怎么的 不像啊 不像 挺像 哎玉总 我们的合同什么时候能签 什么合同 媳妇 老外长有个合同 想跟你们公司签 明天就帮他签一下呗 行 见我老公都发号了 明天就给你签了 那行 谢谢玉总 来 对了 玉总 刚才王欣呢 给个红车钥匙摔坏了就 老公 看到吗 真的 媳妇 你帮我好好叫一叫 怎么 不服啊 我再给你介绍介绍我自己 我就是原创公司 分公司的总项目经理 狗杠人士的东西 哎呀 你还敢骂我 这么高端同学聚会 你是来要饭来的吧 喜欢吃是吧 来 我让你吃 吃 我让你吃 吃 我让你吃 哎呀 玉总 你太烈了 你太棒了 我告诉你们 我会让你们的行为付出代价的 我看你说的 没够吧 你们真的是一个赛一个的过分吗 人家董事长到底做错了什么 要受你们这样的羞辱 就因为董事长穿的穷酸吗 如果今天董事长穿的体体面密 开着豪车来 是不是又是另一个结局呢 这个社会是现实不假 但是没有你们这么现实的 这同学一个接一个的来 又来了一个养猪大户 看他这个样子 就是个嘚瑟的样子 我们董事长又要吃亏了 好多年不见了 我现在养了八十多 你这是谁 现在能并见我吗 又是一个势力小人 哎呀小亮 我不是和你说了吗 出人与狗 不得之罪 你怎么把他放进来了 把他放进来 齐齐月 不是挺好的吗 就是 要不然这帮同学聚会 我无聊 所以你想到 今天与异味 在你们眼里 是这么的重要 我告诉你 我卖两头猪 花两个钱 就能让你闭嘴 我真没想到你们 一个个能变成这个样子 就是 我们这种同学 还能分出个三六计算吗 你给我闭嘴啊 我告诉你 趁我还有点耐性 滚啊 我告诉你们 我没有破产 我依然还是 原成集团公司的 董事长 我呸 你要是原成集团的董事长 我就是原成集团的董事长 我第一 先行 马上给人事部经理打电话 把御书给我开了 今天我就告诉你们 什么叫做 人不可贸上 哎呀 你这装的挺香的 我告诉你 做人不要太猖狂 低调做人 高调做事 你 被开除了 喂 人事部吗 我是费工 爸爸费工在这里搜 开了 来 这家伙 赛你一个是一二条 一二条是一条 你还在赛你一个 什么 我被开除了 放开了 老公 我被开除了 他 可能真的没破产 你这没破产 真是董事长 哎 我真是猪眼看着低了 怎么了 我不像吗 哎呦 黄姐 你看到我多年来 投业的份上 你再不用了 就是吧 机会 机会我已经给过你们了 但是你们也不中用啊 告诉你们 人 在任何高度 都不能去飘 做人 不能忘本 更不能忘了同学之情 这个同学机会 真是让我刻骨铭心啊 国姐 我 我们就是为了找找面子 找面子 找面子就能把同学之情 践踏在脚底下吧 这次同学机会 让我看到了人性的心 好了 本剧到这里就结束了 有一句话 是这么讲的 人在做 天在看 少做恶是多行善 没有谁的尊严 是被别人无情的践踏 不是别人给你记住 而是你触碰了别人的底线 这样的结局你还满意吗 我们评论区一起探讨一下 结尾我做个声明 所有故事纯属虚构 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以上所有都是影视的需要 大家一定一定一定不要模仿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记得点赞关注哦